一艘載有26人的觀光船 23號在日本北海道 滋藏半島附近出事 起通部船身入水下沉後 失去聯絡 日本海上保安廳發布罪傷聲明說 現場海域發現的10個人 已經全部遇難 還有16人仍然失蹤 出事時觀光船上 載有24個乘客 包括兩名兒童 另外還有一名船長和一名船員 航運公司向海上保安廳報告說 乘客和工作人員 全部都有穿舊新衣 但那處海水的水溫 可能只有涉至2至3度左右 關於觀光船出事的原因 估計有關方面 仍然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調查 引起外界注意的是 當日海象的狀況不好 根據當地海象資訊顯示 浪高由1.9米 突然暴增到3米